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没有穷困 富强也不会成为人世间最具梦想的追逐 索马里 这个在地理上恶守地中海东南出口的非洲之角的国度 因为军阀割据 战乱平壤 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战火与穷困之中 从1991年起 索马里海岛以极富传奇的色彩绝起于亚冰岸 他们截略船只 勒索赎金 甚至残害人质 令获望商旅闻风散打 索马里沿海地区一度被国际海事局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 为什么海盗会横行于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 索马里的现代海盗会如同好莱坞大片描绘的那样穷凶极酷吗 2011年 已经立志用镜头记录地球村故事的中国电影人 走进动荡的索马里 五个人 三千公里 三十三天穿越恐怖地带 危险击中而至 死亡如影随形 他们用镜头讲述海盗背后的故事 用生死情欲告诉我们和平与不强的意义 看清眼前的关注背后的大家好 我是李江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背后的故事 我们的节目是由美白专业品牌白大夫独家冠名播出的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这个神秘的海盗 那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这几位 我们的明星记者团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蒋玉 今天很高兴来到背后的故事 欢迎蒋玉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的主持人盛紫月 也非常地荣幸能分享今天的真相 嗯 盛紫月 大家好 我是湖南娱乐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柯豆 我觉得听到海盗这两个字的话呢 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地刺激 所以我来了 欢迎各位 也欢迎我 湘姐 这样要不我去准备一下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一分钟变海盗 好不好 真的吗 人家是一分钟变格格 你一分钟变海盗 没有 人家一秒钟就可以了 一秒钟 好好好好 我这个时长会比较长一点 好好好 好 那准备一下啊 那我们来问问我们两位美女的这个主持人啊 就是说到海盗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特别神秘 神秘 对 神出鬼没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 其实我觉得特别危险 你说这海盗吧 平时结识个人质啊 或者说还杀害一些人质啊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 当然了海盗说起来也会有个带给我一些很快乐的一些事情 就来自于加勒比海盗 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特别棒的 就是那船长特别帅 特别酷 有点坏坏的那种感觉 好 那紫月呢 我觉得一听到这个词语 感觉它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个钢筋水泥的现代世界 好像应该是留在质怪小说 传奇游记武侠的那种感觉 就像骑士一样 但是我听说苏玛里 它是一个非常动乱的这样一个局势 所以对海盗出现似乎有了一点点理解 但是不知道真相是如何 所以今天特别期待节目带给我的震撼 好 待会我们一一给大家这个揭开海盗神秘的面上 接下来首先请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位海盗 它是一分钟怎么变成的 江江姐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打开吗 因为你要像海盗吗 因为我记得是在那个动画片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海盗 给人的感觉是特别可爱 甚至有一点点搞笑的 它的右手肯定是断了的 然后配上一个钩子 然后它的眼睛一定是独眼龙 它因为经常是在海上走 所以它走的肯定是海路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关于海盗的话题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设置组 这个设置组去到了苏玛里 然后真的去了解了海盗的生活 和海盗他们的一些经历 包括他们的监狱 去看到海盗 他们拍成了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叫《苏玛里真相》 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这个电影的主创来到现场 我们有请两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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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酷了吧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的出场 你这个眼镜是从海盗那拿来的吗 我看海盗跟踪我 所以要戴着眼镜 我们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吕建鸣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身边的这个 我是Emily Emily成立 是当时去到这个索马里的这个领队 那今天呢就请你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海盗背后的故事 还有索马里背后的故事 包括我们今天的三位这个明星记者团呢 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们 要不咱们做得聊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的导演 还有我们的这个领队来到现场的时候 你看我们有四个保镖 听说你们当时在索马里的时候 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礼遇是吗 走到哪都会有保镖跟着 对每天都跟着 感觉还少了点今天 好像一般都是十几个 十几个每天都跟着 都拿着枪吗 对对 所以我们感觉很好 见上场的时候 贵吗 就是雇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镖 大概一天的费用 还是说 怎么算 政府这边呢派给我们的 政府派给我们的一样呢 就是说除了以外 我们还得 因为我们毕竟安全在他们手上 给小费 对啊 因为他那个每天立的 雖然我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他是保护我们的 但是那个一天到晚 那个枪在你眼前 晃来晃去 心里也确实挺虚的 在那地方就说 听枪声 就像我们正常过年 听电炮的 每天都会有随随随刻 几乎是这样 对 原来我们设想在那种地方 枪子管理是比较松懈的 但是没想到 松懈到一种可笑的地步 就是说 市场上这边卖青菜 这边卖拖鞋 这边就摆着AK-17 就这么卖 这边就卖子弹 上面拿一个木板 一放上面 一个咱们那个磁盘 一盘一盘的子弹 卖花生米一样 一粒子弹 从两美金 一美金 50美分 各种不一样型号的价格不一样 对对对 它可以讨价还价是吗 是可以 随便你 什么人都可以买吗 就是可以买枪 然后买子弹 那边逼着菜篮 买完青菜过来 就可以买把枪带回家 就这感觉 在苏玛里 是各家客户都有枪吗 就人手一把吗 会有这样的一个普及程度 不敢这么讲 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可能都有 对 应该是这样 只要能买得起枪的 你会经常看到 比如说一个破宅子门口 就三四个人 蹲在那个地上 聊天 脚上都踩着一把一天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印象当中 中国军队是把那个枪支 当着战士的生命 他们把那个枪 就踩在脚底下 当拐杖似的 因为枪支 在他们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 似的就那么回事 为拍摄索马里的枪支交易 吕建民和他的设置组 在卫队的保护下 来到当地的一个枪支交易市场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里 枪支如同普通商品一样 摆放在市场上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买卖 我们去的时候呢 就当时我们通过线人 找了一个卖枪的人 就跟他商量 说这样吧 我们给你点钱 让我们拍一拍 他就问给多少 他一把那个AK是400美金 我们说给你300美金 让我拍的行 他你加100 我给你把枪嘛 我说这枪拿了 我也没法 我也不可能背着枪 所以说把你大街上走啊 后来就说算了 我还是给你300美金 我们随便拍一下 因为我们去呢 旁边很多卖枪的是 一小桌一小桌的卖枪 我们一去了以后呢 他们感觉可能 就是我们给了钱的那个 他就很坦然的 你们拍吧 其他人觉得你没给他钱 不服气 他就抱着枪就跑了 不让你拍 不让拍 我们也没觉得怎么样 就当时 简单拍了一下 我们就走开了 刚离开不到20米吧 一转身后面就想想 他想了后来 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 然后呢 一犹豫又想了 连着想家 然后就跟我们威务长讲 我去看看吧 看什么看 这凑你们放的枪 我说为什么呀 因为你给他钱 没给别人钱 不服啊 你影响他们生意了 然后就赶紧把我推到车上 这个是我们到了以后 大概几天中间的一个故事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些情况 你们这拍的挺不容易的 是 这么的危险 那有没有中间想过 是算了回家吗 没想过 你有想过吧 好像我们到了吉普提的时候 没关系 可以讲一下 进去以后呢 就觉得就没法想着了 起来自然自然 关键是在那个 在吉普提和那个迪拜的时候 是有开始打对堂过了 因为当时说好来接我们 他们那个驻华大使 跟我们说好的 说是那个一个 安全部长来接我们 可是在迪拜的时候呢 我们上网发现 这安全部长 昨天被炸死了 安全部长都被炸死了 我们的安全谁来保障 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天到了吉普提 又听说这个议员 议会被炸了 议员死了后几个 然后议员全跑了 都不在那待了 都往国外跑了 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心里有点 对 有点紧张 而且他们当地政府的官员 都是拿着外国护照 就是 就随时准备溜 对 感觉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觉得 越来越可怕了 越来越不高风 自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后 索马里一直处于军阀武装割据 国家四分五列的无政府状态 1993年 为协助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在索马里展开了一次 消灭当地军阀和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 但由于准备不充分 这次抓捕行动 很快陷入困境 美之那两架黑鹰直升机 在当地被先后击弱坠毁 这次被后人称为黑鹰坠落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 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索马里 从此 没人敢再轻易踏足这片领地 为探寻索马里海盗 各国记者都曾想踏入这片战乱之地 自2008年以来 共有11名记者在这个国家先后遇害 一边是前行路上未知的重重危机 一边是被索马里海盗未知真相的刻画 在索马里这个杀鸡四伏的陌生国度里 吕建民和他的设置组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机会 去到连卫队士兵都不敢去的海盗村进行采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去到海盗村 因为我们一直在想了解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海盗 我觉得特别奇怪 特别想去看看海盗的海盗村 海盗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为什么会做海盗 就我那天发现 那些警卫说我们不去那个地方 不安全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些警卫平时是非常自信满满的 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感觉特别好 他居然不去 但是我就觉得我说不行 我必须去 我一定要去 因为我知道有海盗村没人去过 我都特别想去 我都必须去 过了一会儿就看到部长助理 跟卫队长就上来了 然后卫队长跟我说对不起 不是我在故意为难你 但相当的不安全 这个事情我已经报告我们国防部长了 我心想多大事还报告国防部长 他就等呗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得到 他说就告诉我们得到国防部长的通知 就是国防部会派军队去清剿一下村庄 到了晚上大概六点多 卫队长他们就回来了 说刚刚我们跟军队去清剿完 清剿完以后 我觉得暂时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的私底下给你商量一下 明天我们去海盗村 但是有几个要求 就第一 你俩知道就行了 因为他翻译给我 其他人不能知道 要不然会非常危险 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们下来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卫队里少了好几个熟悉的面孔 换了些新的面孔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 他说即使清剿过了我们一些卫队的成员 还是觉得不安全 他们就不干了 说我不想为这一天几十美金卖命 就走了 后来到我们下去的时候 看到卫队都在一个老头 一个川军当地老头在那拿着顶上的画 然后因为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 然后再跟他们布置 就是说我们到海盗村的所有的警戒应该怎么做 等我们上车的时候 就反复交代我们几个原则 第一 速战速决 采访不能超过五分钟 这是第一 第二 听到枪声 转身就跑 你别管你跟我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们设置住的成员 别考虑这个了 先把自己的命保的 往车上跑 我们车门随时开着的 你们进去以后呢 就扒在那个椅子的地板上 怎么扒 把我们交的 就是会告诉你们一些防护的措施 如果一旦有枪声 一旦有危险 赶快跑 跑人 然后那个保住自己的性命 而且谁也别管谁了 先顾自己 还有就是我们的路线有所改变 就是我们就是声东击西的那种路线 就是谁都不知道 因为他担心我们的行程流出去呢 有海盗会 看你们内部会 会逼击我们 那当时候来有这么多的危险 然后你们还是去了 去了 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开始去 欢迎回到有美白专业品牌 白戴鼠 独家负名的背后的故事的节目现场 那当时候来有这么多的危险 然后你们还是去了 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开始去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无知无畏 无知者无畏 我去的时候 我这是怎么好怕的 那警卫特别怕 我都不怕 走 去到以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想起我们小时候唱的抗美援朝一首歌 我撩到一个俘虏一个 撩到一个俘虏一个 交货他几支美国枪 我又哼着了歌曲 没觉得有什么害怕 我当时是这样 一直到我们离开了以后 后面听到枪声的时候才感觉 这是有点紧张 这是真的了 这是真的了 开始以为你们吓唬我吧 我才不怕呢 结果一听到枪声的时候 害怕了 往回撤吗 导演 不 听我们走了才有枪声 可能海盗也觉得我们的警卫 可能也确实我们的警卫做得非常棒 往回撤的时候 你不也是第一个吗 我败路 导演第一个 不在家 当时我们觉得 可能确实我们是从和平的一个 非常和平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我觉得通过你拍摄这样的勇敢之旅 你把这个精彩的画面 然后通过电影的这种方法 然后展现出来让我们国内的观众 就了解这个世界 了解索马里的海盗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我们给你点掌声好不好 虽然到了海盗村 但由于卫队之前的清教行动 市制组一行 想采访海盗的愿望 还是落空了 在印度洋遭海盗 劫持的四名美国人质当天遇害 索马里海盗昨天发出威胁 今后将会杀死全部劫持的韩国人质 海盗索要八百万美元质率一上人 索马里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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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马里海盗的猖獗 让行驶在亚丁湾这条黄金航道上的船只 危险重重 2008年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呼吁国际社会 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 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自此 各国开始派驻海军舰队 在亚丁湾附近 对来往船只进行护航 在海盗村未能采访到海盗 吕建民和他的设置组 仍未放弃 每一次能实地采访到海盗的机会 在与索马里临时政府官员 多次沟通和协调之下 他们有幸获得了一次出海的机会 拍摄到了欧盟海军 抓捕索马里海盗的整个过程 架起重极枪的武装直升机 向海盗锁在方向 直升机上的重极枪 也开了火 火力装备捡到的海盗 无法抵达欧盟的飞机大路 最终选择了投降 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行动 欧盟海军向当地军方 预送了抓活的海盗 去到欧盟的军舰上 然后目睹到了 吉拿这个海盗的场面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有一天是我们到一个码头上 就见到了他们一个指挥官 他说我是负责打海盗的 然后拿了一个 然后把我们的警卫 把我们的包括政府官员 全赶过去了 说他想给我们看一份东西 那么其他的都不能看 然后他就打开电脑 给我们讲解一通 打海盗应该这么打 这么打 中国舰队都可以回去了 没关系给我钱这些 我去打 他的实战技术 然后结果过了几天了 我们就想 那你能带我们去打吗 结果他说 可以找时间 可以找时间带你们去 那我们就特别开心 就一直想出去 几天就突然通过我们 说可以跟我们出去 然后在警卫的保护下去去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 进入公海 后来就 我们会看到 就是后来就见到 有欧盟的一个舰队 正在举行一些行动 然后当然就为了 我们就一直想上去 但是那就一直考虑到我们的安全 一直不跟我们上 我们只能站在旁边 站在远远的这个小破船上 就拍些东西 完了呢 到了四五个小时吧 然后就有 就开始移交了 从欧盟的船上就开始给我们移交了 就压了几个海盗下来 那海盗呢 但是你是第一次真正见到海盗 当时那个海盗是什么样子 就你第一个见到那个海盗 它什么样 穿一个裙子 穿裙子 穿那样 就是一块大花布 大花布 大花布这么一只呢 往下一拉就像裙子了 对对对对 往上一地呢 可以把头都蒙上 还挺时髦的 还挺时髦的 它们海盗主要是会做什么呢 在海上做什么呀 抢劫吧 对呀 抢劫 一般是抢什么样的船呢 游船游船 反正呢 它们能看到的船子 它们就抢 对 只要在海上的 它们能见到的 全部抢 对 当时它们是抢劫了什么船吗 还是怎么样 欧盟的海军接到了 一艘货轮的报警嘛 赶过去的 缴获了很多 这个武器啊 还有钱啊 40火箭 还有对 很多 AK-47 对 当时你们第一次见到这个海盗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千辛万苦 来到这儿就是要来访问你们的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然后你们就做了一个访问吗 没那五六个它们不搭理我们 我们在里 它们互相的打招呼了 哥们你哪个现在 海盗跟海盗之间 互相在聊天 嘻嘻哈哈的在聊天 都被抓了 嘻嘻哈哈 对啊 然后警卫也跟它们 也嘻嘻哈哈的 然后我就看它们 绑它们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也很远的地方 你就感觉它们两个 两海盗之间在聊天 就好像 就我感觉 听不懂它们语言 我就好像在感觉 它们在问 你哪个村子 我宝宝村 你呢 我哪个村子 就随着那种感觉 经常被逮 那种 逮住了两三年又出来 还去做孩子再逮 然后继续再逮 然后两三年再出来 当时我们 经常被逮 那种 逮住了两三年又出来 还去做孩子再逮 然后继续再逮 然后两三年再出来 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挨得这么近 结果就想 那个警卫过去 去把他们捆起来 拿绳子 我想捆起来可能安全点 然后发现拿点绳子 就随便在绳子上一勒 好 一勒 这就捆了 我觉得这捆 绝对没有舒服力 但是你们会害怕吗 开始害怕 后来就习惯了呗 连海盗都不害怕 我怕什么呗 后来我过去 我们还过去跟海盗 过天到备了 来 和个影行吗 好啊 你们还跟海盗和影了 因为他认为 我们对他们 也没有什么和影 将海盗与平民画上等号 这是李建民和他的设置组 在索马里第一次见到海盗时 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 或许 索马里多年的战乱 让百姓民不聊生 为了生存 他们才铤而走险 走上了海盗之路 也或许 李建民他们所见的 还并不是真正的海盗 美国东部时间 凌晨一点左右 四名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 美国公民 被当场撕票 无影手段 这是近年来 美国公民首次 命丧海盗之首 歇指船只 索要赎金 杀害人质 这才是人们印象中的海盗 据统计 接2008年一年 索马里海盗 至少袭击了95艘船只 超过740名船员 沦为人质 全世界 给索马里海盗的赎金 高达1.2亿美金 2010年5月 中国台湾渔船 太原2 7号 被索马里海盗 武装挟持 中国船员 杨俊 与其他20金领船员 被海盗挟持 将近200天 如今回首这段 生死境地 船员杨俊 仍然 感慨万千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 特别的嘉宾 这位嘉宾呢 也是我们中国同胞 他曾经被海盗 劫持了将近200天 在索马里 我们今天请到他呢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来掌声 欢迎他 杨俊 杨俊你好 刚看到这个短片 其实我觉得 对你来说 那一段的经历 应该现在还心有遗迹吧 对 现在还是应该说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 当时是发生了一个 什么情况 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当时我们船 正在公海上面 是在捕鱼船是吗 是捕鱼吗 对 我们正在捕鱼 捕鱼 我们是分两班的 有的是睡觉 有的是工作 就是我们当时在睡觉 不知道什么事 就听到有人来了 前面是黑人 穿着迷晒式的军装 抱着枪 就把我们全部赶起来 把我们赶在 那个驾驶台上面 赶在驾驶台 我看到 咋不得劲 看到船长 大船 那些人 很多都在上面 听船长跟我讲 我们今天遇到海盗了 有多少人他们 大概是有十几个吧 十几个人 然后你们船上有多少人 我们船上总共也就有二十多个人吧 二十多个人 对 他们什么都拿着枪 你们自己没有准备一些枪吗 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渔船 渔船 它根本不配为这些 也没有想过会被海盗劫持 根本都没想到嘛 这一点 那海盗怎么对你们啊 在船上 欢迎到由美白战艺品牌 白战俘 独家做您的背后的故事 的节目现场 那海盗怎么对你们啊 在船上 东西还是会给的 对吧 他都说 我们船上自己的东西 吃完了嘛 他就是从他们 当时拿到大米过来 那个大米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边 根本那个猪都不会吃的 就是人都不会吃的东西 那大米是烂的 又黑的 药种也很 煮好了以后 那个臭气 根本都 根本都没有办法吃 那种 后面那这位呢 我们这位呢 活命是吧 还不是要 这边呢 就要吃了一点点 把这条命 这个饱做就好了 然后把你们压到那边以后 把你们做人质 是要进行一些要 要挟是吗 是要要挟谁 来给你们赎金呢 他主要也是要求这个 传问了老板 当时要给到多少赎金 你知道吗 三百万美金吧 三百万美金 对对对 然后才把船和这些人 然后还给他 对对对 后来呢 后来这个老板也爱搭你 不搭你了 也就是属于那个 不管我们那种账况 老板想算了船 我也不要了 人我也不管了 三百万 三百万已经超过了 物超所值嘛 那座船已经不止 三百万美金了 他就也就是这样的想法 当时你们接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觉得 真的非常的失落 然后我们的生命 也没有保障了 就交给海盗 随他处置了 那海盗怎么来处置你们呢 后面他没办法了 他也就是把我们的船子 当着他们的海盗船一样 出去抢 带着你们一块去抢 对对 那怎么办 就是这样一直跟着他们 然后在这个船 在这个海上 就抢别人的吗 对啊 后来有一天 你们是不是海盗 也觉得失望了 因为第一也没有人数你们 第二抢什么都抢不到 带着你们还是拖累 还得给你们米吃 所以后来他们就放弃了 是吗 对对对 我们这艘船 基本是亏了 亏的 要他供我们吃 基本上供我们吃 供我们穿的 他也不是亏了 亏了 对 这亏本生意咱们不做了 不能亏了 亏了太多是吧 就后面把我们放了 当时他们好像是 把你们扔在这个海上 把我们扔在公海上面 扔在公海上 但是你们没有油了呀 当时我们那基本上 属于大厂跟船长 后面 他也想了 一直这样也不是回事 是吧 他肯定要藏给油 把这每一次加完油了 他都有多余的 就是藏起来的 过一段时间 他就说没有了 就海盗 海盗去检查 他也查不到 海盗要不知道 我们船长结构 那个油舱在什么位置 哪些地方有油舱 是吧 他去检查 确实没有油 后面他这样又加油 每次都这样 每次这样 后面 后面是这样 沉起来了 才有 后面 所以有刻骨害怕 有害怕就是说 再一次又被抢劫了 对吧 当时一出来的话 灯全部给关了 根本就不敢开灯 那时候 不敢开灯 就在黑夜里 就是黑乎乎的 这样的往前行驶 对 因为一开灯 就被别人发现了 对 如果你一开灯 那个海盗的话 他就会发现 他就会再一次 把你抢劫了 这段经历 对于你来说 现在回想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说 就是惊心动魄的 惊心动魄 对对 还会再想出海吗 根本上现在 也不想出去了 一辈子都不想去了 就不想去了 只在九十一生 就回来 根本说 在当时我们 根本就没有想着 活着回来 是这样 现在可以好好享受 现在的生活了 对对对 然后还是在祖国的 怀抱里温暖的 对对对 最起码的是 安全问题得到保障 在国内的 还是这样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好 我们也再次谢谢你 给我们分享了 这样一个 惊心动魄的故事 谢谢 杨俊亲身经历的 海盗故事 似乎告诉我们 现代海盗 不同于古代海盗 他们以挟持勒索 为主要谋财手段 并非真正以杀人 越货为目的 为了采访到 真正的海盗 深陷索马里的 吕建民设置组 尽管多次与危险 甚至死亡 擦肩而过 但都未能动摇他们 要将这部 战地计时电影 进行到底的决心 终于 在索马里 联络部部长助理 欧马的努力下 吕建民和设置组 获准采访了一所 关押了160多名 海盗的监狱 这也是这所监狱 建成以来 第一次向外人 特别是 境外媒体开发 反正就一次我们到监狱里边 监狱里边就采访海盗 把海盗请到监狱长的小办公室 小办公室大概只有十二三平米 当时我们都在里面 然后他一个人向外面溜达 来着十七八个海盗进去 然后里边在他们一架机器 然后再加上监狱长加上警卫 十几平米的话二三十个人就太挤了 然后我挤不进去了 我就在门口了 在门口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 看了就看到一个人穿上军装的 导演怎么都挤不进去谁导戏 因为在那种场合也没什么导了 就赶紧就问了 我们列了一些话题需要问什么话题 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去采访 还有摄影师在里面 导演你不是害怕出去了吗 不是 你也确实有点害怕 你就说实话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大承认吧导演 那么多十几个海盗 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 真是挺慎的荒的 但是还有更大小时了 不过你还有更大小时了 确实是比较 而且确实心里有点紧张 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呢 就那么进来了 没有说 没有什么 带扣子都没有 然后来到海盗呢 你想想那么宅的地方 其实我们坐在 靠在这个墙上了 海盗离我们也就两不远 所以就会很害怕 当时 你们没有采取一些什么防护措施吗 我们以为他们会采取防护措施 以为他们会带着什么手铐啊 什么这种 而且我以为是一个个进来嘛 你要采访我们海盗 我们一个个进来 咱们聊呗 他一下就排队进来了十七八个 然后十七八个呢 然后每个海盗后面呢 就占了两三个警卫 然后那警卫特不靠谱 你感觉特不靠谱 因为警卫跟他们嬉皮笑脸 嬉皮哈哈的 宣传大卫了 都成朋友了感觉 对 而且呢 我们去之前 听说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去的监狱 在一个月前两次发生海盗越狱 海盗怎么越狱呢 就拿钱给警卫 警卫就把枪给他了 好了警卫就跑了 然后他担着枪就 就越狱了 太不靠谱的地儿了 特别不靠谱 就这么感觉 南卫岛也跑出去了呢 我们来问问我们现场的记者团体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特别好奇就是听了他们讲了这么多惊险丰富的经历 那你们这一行人马当中 谁是比较乐于冒险的 比较勇敢 大胆的 这个比较大胆 这个呢 说不好听的 死猪不怕烫 他经常跟我看一看 因为我们当时也担心 就万一碰到点什么事 然后他曾经站出来和我说 别怕 如果海盗把我们逮了 你们都走 我留下 我说你留下 你女孩不可能 大佬爷们那女孩的下 压在夫人 他说我了不起当压在夫了 所以这点优势我们没有 没语言还到 当初我考虑到因为你们语言不通 所以我还能跟他们沟通还能周旋几天对吗 对不起吗 那你们的话就跟就没办法了嘛 对吧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吧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特别想问二位老师 如果说给你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你们还去吗 我回来不到一个月 我就想再去了 虽然我特别害怕 因为我觉得特别遗憾 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大家确实是紧张的 而且那个地方呢 你举照 有的时候你举照相机 你就先看看他会不会举枪 就这种感觉 你特别怕他们对相机和摄影机的那种 这是一个方面 我觉得很多地方我没拍到 第二个呢 我就一直想 进入到他们生活当中去 特别想看看他们是每天怎么生活的 住半年吗 没去完就在了十几天嘛 所以呢 后来我就一直想去 结果我们的拍到 就那机会 我们的这片人 就是我求求了 千万别再去了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许 如果我们再进去一趟会做得更好 我觉得再进去可能就你一个人去了 你要扛着身边 你要一个人去 因为我想没有人再回去 你不会去对不对 我肯定不会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是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对当地不了解 无知者不畏 对无知者不畏的这种精神才去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危险 我还是挺惊心动魄的 也挺可怕 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 他回来以后觉得特别好 我们也有这种感觉 回到中国觉得特别安全 还是中国好呀 所以我想这种 我觉得我还是 这种经历不想再有 对不想再有 一次就够了 我觉得 我觉得去了当索马里 都已经觉得感觉 感触很深嘛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生死一线 就是一线之间 我觉得非常的 对生命的意义 又更深刻的 更真心的生命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该干嘛干嘛 找人家算了 回来以后就想到 要嫁人的事 然后马上就生完了 田红还没有 那你老公得谢谢我 你真的吗 你不也想吗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危险之旅 你们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呢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导演 我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有一次为了拍个空镜头 到海边去 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看到一片 有个村庄 它就贫民库 它的贫民库呢 怎么回事呢 就可能以后 通电影里面看到 它就两根螺纹钢 那么一支 什么长红电视的那个纸板啊 往外一铺 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而且这是连绵非常长 一公里那么长的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后来当地有很多小孩 当时我们经过的时候 很多小孩一点点大 在那儿跑啊玩啊 然后呢 我刚好旁边一辆烧毁的那个军车 后来我那边民俗 你把那小孩召集到那军车上 他就把他们召集到那 耶耶 那小孩特可爱 然后他们拍照 就当地说嘛 里面有一个民俗 就说远方的客人来 如果给当地的小孩 来点民用钱什么的 小孩会祈祷你们一路平安 过了几天呢 就两千天以后嘛 我们要走了 我就拿出二十美金 换了一摞这么一大摞的 那个一千一千的当地的钱 然后就就一人拿一打去 就想到那个地方 因为那边孩子多 我们到那一看的话呢 那一片的地方被一夜之间就烧毁了 烧毁了你就会感觉 你再看不到那些熟悉的孩子了 我就真的强烈一种感觉 就是说 如果让我现在特别想说一句话 当时在那边特别想说一句话 就是说 宁坐太平权 不为乱世的 我宁愿在和平的年代去做一只狗 我也不在这里做 然后我们把那个地方跑遍了以后 发现这个地方没有教育 没有经济 就我们看到唯一的一个工厂 重重武装保护的工厂 好像多大似的 就我们进去一看 就两张破骆驼皮亮的呢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工厂了 没有就学机会 没有教育 你说这帮孩子长大以后 我当时就想 长大以后 他们的出入是什么 我就在想 其实不管怎么说 回到国内以后 我觉得真的 不是说我在说这种话 因为你经历过这些以后 就会觉得 真的我们这样的和平的环境 太大事 太好了 就想起古代说的一句话 国家真的不要动荡 新 国家新 百姓 国家王 百姓 安蕾呢 我呢 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有一个生命的延续吧 所以就有了我的小宝贝 Alice Alice是吗 那今天可爱的Alice呢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欢迎Alice 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嗨 妈咪发宝 妈妈发宝 好可爱啊 会走路吗 会走一点点 嗨 嗨 小心啊 那今天呢 这个Alice来到现场 我们可以见证了Emily的幸福的生活啊 可能人就是这样的 经历了一段以后才知道珍惜 那我觉得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导演 谢谢Emily 谢谢你们的团队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手法 让我们可能看了这个片子之后 我们了解了海盗是怎么回事 也让我们珍惜现在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 让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 不要去抱怨的生活 珍惜现在好好的过日子 我们也再次的感谢两位 也谢谢我们的记者团的朋友 看清眼前的关注背后的 让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也祝大家幸福 再见 拜拜 看清眼前的关注背后的 大家好 我是世界小姐张子铭 之前都没有谈恋爱吗 她跟我说她很喜欢我 吓了我 把这个花和贺卡还给她 转身我就跑了 刘晓很帅气 没有那么漂亮 就是在外人来说 觉得好登对 她有很多女孩子的偶像 也是我们为国争光的英雄了 大家好 谢谢观看